283. 文匯報 故事與人生Temontme de Farmwell 的文學世界 2015年7月27日讀書人A 26青年文學時稱少年最先接觸到的文學 能影響他們的人生與價值觀 今年香港書展邀請到法國青年文學作家Temontme de Farmwell 到來 與香港浸會大學與民中心的唐瑞博士進行對談 分享寫作與人生 Temontme de Farmwell 歷年來寫下不少戲劇、劇本及小說 得獎無數作品被翻譯性多種語言 當中像樹暴落更將被改編為電影《二人的對談》 從Temontme de Farmwell 的人生開始 其後探討他的寫作經驗 最後落腳在劇本與小說的關係 文 黃彥平 浸會大學中文在三年級生 對Temontme de Farmwell 而言 成長環境和家庭教育成就了他的寫作 講座上他向讀者們展示自己三歲時家的照片 正是在家的花園裡 他一片片想像關於樹的故事 幻想樹上有生命 一攝一米高的精靈 家人跟他說的故事也成了他的創作養分 尤其是曾在二戰輪為戰夫的夜夜 告訴了他許多二戰時親身經歷的故事 給予他很多想像 家人也給他的創作很大的自由與鼓勵 十六歲時 他欠創作過一出現代而難懂的劇本 父親看不 雖然不知所云 仍叫他不要放棄 另一方面 與家人一起的經歷 去非洲森林 摩洛哥 象牙海岸等地方 豐富了他的想像 小時候 Tamot E.Fanbel就很喜歡發百日夢 常將想像寫下 那時他已覺得只不恨奇妙 可以創造事物 他又提到度假時有奸利於小朋友幻想的曲 陸旁有樹林和河流 可以聽見何的聲音 而時的快樂時光使他覺得一切都是可能的 他想將這個想法分享給小朋友 因而開始寫青年文學 但寫作最需要的 並非住在一個奇妙的世界 而在於努力 他雪藥要成功 靈感只佔百分之一 其餘百分之九十九在於努力 他很努力去學現代文學 寫劇本 遇到有名的作者會去欣賞並希望跟他們看齊 此外 Temothme de Farnwell還會不斷和自己說故事 他認為二致堅定十分重要 寫作之外 他亦有很多興趣 如演戲 做木工 寫作也難免有戲內的事後 初出到時直直無文 難以胡口 但Temothme de Farnwell堅持下來 終於成為了青年文學作者 小說與世界互相影照唐瑞談到Temothme de Farnwell的作品 當中涉及人和族群的相互理解 這種理解往往為故事帶來好的結局 這想法是否源自旅行的經歷 Temothme de Farnwell回應說 人不會單單因為旅行而變得開放 而是需要讀很多書 遇到很多人 這才能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 了解到自己其實也是別人眼中的他者 漸漸就會懂得理解他人 他希望在作品中探索世界的複雜性 同時亦探索人生 然而旅行的確令他對人生有不同的體驗 他說行路以邊的一個布袋 說是從北越帶回來的 在那裡他遇到幾十個來自不同少數民族的人 每個種族都有自己的語言 生活模式以至接待外國人的方式 這個地區正是世界的縮影 縮影的概念在作品中呈現出來 就成為了像樹部落 故事類的樹下有很多草 儲慮著了很多不同種族的迷你人 Termott-Evangel 的作品上談到一些理想的社會價值觀 例如公平 那麼在他心中 作品和作者與社會之間到底有光晶藝兼壞 Termott-Evangel 指自己沒有刻意於作品分享政治信念 沒有打算做政治宣傳 只是忠於自己 信念也就自然地於作品中展現 他的作品就脹水 而公平 自由者這信息就如木頭 要是水勢不強 作品不夠好 那麼信息也就沒法被衝到讀者的心中 作者是要對社會負責的青少年作家猶神 因為年輕人較敏感 青少年作品會影響他們一生 故事的誕生Termott-Evangel 並不喜歡以小說作政治宣傳 小說應給讀者選擇 而非灌輸價值概念 Vangel 中有個角色很有權力 跟掌權者很接近 英國出版社的翻譯問他這個角色到底是好還是壞 Termott-Evangel 認為這很難簡單歸類 因為人是複雜的 這就是現實 塑造角色雖見記於現實 使之顯得許許如生 因此作者要不斷接觸真實的事物 他以寫作番句為例 為了貼近故事主人翁的生活 他舉加搬到故事與設的背景地點 西西里島旅居四個月 遊看故事背景時間 1930年代的時代雜誌 使自己和筆下角色的關係更為密切 也令故事更具真實感 談到寫作的構思過程 Termott-Evangel 主要是由對事物的喜愛開始 如賭罪的名字和1930年代 由此購賞 製造資料搜集 有些創作內容是平常累積的 與對植物的認識 他提到小時候的一次派對 主人家要求大家帶花或其他植物出席 他及帶了夫液 在他看來 夫液的形態很有吸引力 可以讓人想像到樹葉落下是那種大自然之美 至於為什麼寫青年文學 Termott-Evangel 直言寫小說的人書寫時 不會越切自己要寫什麼類型的小說 他們只想說故事 他在寫好藏樹布落後 思考如何才能讓故事級較多人讀到 於是產生將作品列入青年文學的想法 他強調很難清楚地將故事分類 他的作品Vangel 便獲得了歷史 政治及旅行者寫不同範疇的文學獎 Termott-Evangel 說自己是個規律的人 早上送完女以上學便開始寫作 作式固定 故事就像蝴蝶般飛來 叫他寫下 而當靈感呼揭示 他會去散散步 他以上班比喻自己的寫作 晚上是下班時間 因此不會再想寫作的事 小說以外 Termott-Evangel 也是個劇作家 那如何決定一個意念到底要寫哪種體材 他只很難將兩者分開 他會將小說和舞台的元素互相融合 就如寫小說時 他會把故事想像成劇團表演 每個角色都將舞台上的人般有表情、動作 而對話會令故事發展 寫劇本事也一樣 如他的我依然跳舞 故事中有個老婆婆在一旁聚術二戰前、期間、之後的故事 但原來觀眾看到的並不是真實的 那都是一個小女孩寫的故事 因為他害怕被納稅擋走 害怕無法生存下去 於是用想像力寫戰後的故事 這種故事結構不正如小說一樣 圖進想像世界有讀者 為何他經常寫逃亡的故事 他指出這是力險的一個要素 通過逃亡 角色可以把讀者由第一頁帶領到最後一頁 而在跑的過程中 他們可以停下 看一朵花或一條河流 因為作者有責任讓讀者在看書時不致無聊 Temothme de Phambelle 相信他的逃亡意識 也與他爭當過戰夫的爺爺有關 爺爺經常向他聚述他最意戰時爭怎麽逃亡 他對爺爺的一句話有彩黑的印象 一有機會就要逃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Temothme de Phambelle 的處女小說像樹布洛的第一張便是大逃亡 而Temothme de Phambelle 的讀者亦在這本小說開始 跟Temothme de Phambelle 一起出逃到他的想像世界